8月7日,2021年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届别分组一般选举继续接受提名,多名来自香港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的人士及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前往香港特区政府总部递交表格。 当天上午,香港电影人黄百明、香港媒体人鲁勇雄等来到特区政府总部递交表格。 黄百明表示,他与鲁勇雄等14人组成创新启动团队,并理定稳定、自由、发展及机遇四大政纲原则,争取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的14个提名席位,希望可以选出爱国班子、高校市政,带领香港开创新篇章。 我们一定要选出爱国者作为治港的班子,高校市政,带领香港,再创新篇。 香港其实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但是自由也要自律。 如果为了自由而犯法暴动,那这些自由就不是叫自由,是叫自私,还是会自毁前途。 香港最大的好处就是背靠祖国,祖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 现在又全力发展大湾区,香港近水楼台,理应得业, 我们希望新一届政府是一定要争取机遇,令到香港可以从头营上的。 我们主要看几件事,第一,是看他们是否坚定的爱国者, 无论是何派别的人,如果他们不是坚定的爱国者,我想我们很难支持的。 第二,我们要看他们是否有才干有能力的人, 如果没有才干,没有能力的人,如果是无论他是什么派,我们都不会支持的。 第三,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看他们提出,特别如果是特首,看他们提出的政光, 究竟他们会建议什么政策来解决香港的问题呢? 当天,身兼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的香港艺人曾志伟,也现身特区政府总部, 他透露自己是作为新增的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递交表格。 他表示,希望新一届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可以顺应民意,积极解决香港民生问题。 同样作为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递交表格的, 香港导演高志森,则向媒体阐述了自己对未来治港者标准的认识。 现在我们讲着爱国者治港,应该是它里面有两个意义,第一是爱国,第二是一定要有治港能力, 我想这五个字是概括了我心目中的理念。 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郑祥玲当天也现身现场, 他表示中华海外联谊会始终秉持着爱国主义宗旨, 希望新一届选委会能够为港选能,确保香港的长治久安。 我们都经历了黑豹肆虐,香港不能再乱下去,是全香港人民和社会的共识。 我们参学是在立法会选举和行政长官的选举中, 能为香港选出破解香港经济民生发展的困难, 为香港明天更加美好,刻进之手,为香港广大市民服务的人才。 中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 当日与多位香港侨界人士前往递交提名表格。 卢文端表示,感谢中央增加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这一届别, 让香港侨界人士都可以参与提名。 我们这次都很拥欲报名,参加过全国性的团体, 110个选委,各个制度就比较完善,应该比较合理化, 还有分布也是每个阶层都有, 以前这个五大全体都是没机会参加, 现在都有,所以都分布比较合理,对补性又比较广泛。 当天,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马逢国陪同多位参选体育, 演艺,文化及出版界人士前来立交表格。 他指出,这是完善选举制度后进行的第一场选举, 对香港意义非凡。 他们分别都是在界内,可以说是界内的精英来自不同的领域和岗位, 是能够充分代表到界别里面的声音,诉求和一些意见的, 所以我觉得通过新一届选委的组成是一定能够将香港社会各方面的意见能够充分反映, 是给到未来的特区政府是可以作一个很好的参考, 而是在明年三月呢,也都通过大家一个很严谨的, 很理性的,认真的去考虑和参与那个选举, 也都一定能够选出一个有心,有力, 是能够维护香港利益, 也都同时能够维护我们国家利益的新的行政长官。 据悉,2021年香港特区选委会扩大到五个界别, 一千五百人,选委会戒别分组一般选举于8月6日开始接受提名, 8月12日结束,而香港选委会戒别分组选举将于9月19日举行。